好印表季 当我们有列印的需求的时候 如何来安装印表机 在控制台里面 系统设定值里面 就有一个印表机可以使用 在Linux现在装印表机 算是相当相当的容易 可能比Windows下 大家的感觉会更顺一点 那他也有他的一些 潜在的问题 那我们后面再说 当你打开系统设定值里面 有一个印表机 你点选印表机他会出来 像我这里还没有印表机 那你就选择加入 加入之后 如果你的印表机 已经连接到这一台主机上面 他会出现在这边 他自己会搜寻到 那像我这边都没有接 但是我有网络印表机 好举个例子 我再找一下我交出的印表机 交出的印表机都关掉了 好我们假设 简单找一台 好目前看得到的 好 HP这一台 CP这一台 CP2025N这一台 HPCBR那我们就按下前进 他自动会去帮你找驱动程式哦 好你看他已经有找到了 就一直往下走 然后套用 这样就装完了 好我不不列印测试 免得纸张从这边出去 原来 他自己搜寻得到的驱动程式 马上就装到了 所以 安装印表机很简单 选择加入 选择你要的印表机 假设 刚才讲的潜在问题是什么 假设这一台印表机好了 这是全入的 305这一台 前进 有可能找不到驱动程式 这时候就会比较麻烦 当找不到驱动程式的时候 你一样要自己给系统驱动程式 这时候你要找到适合Linux的驱动程式 给他 会比较好一点 好 像这里 他找到了全路的往前走 刚才是2025 你看他这里找不到了 有没有 这里的印表机他是找到类似的 不确定可不可以 刚才我们的印表机 好 返回 返回 那你来看这里 再返回一次 这边是多少 3055 3055 3055 结果他找到另外一台 那怎么办 你可以选择说我自己去找一个 下载一个驱动程式 属于Linux的驱动程式 这边 我提供 PPT档 给他 或者你尝试在网路上搜寻看有没有这种驱动程式 一般来讲 有一些特别的厂商比较没有在做Linux的驱动程式 这一点会比较麻烦一点 不过现在印表机大部分都支援 即使少数不支援的也有PPT档 PPT档 可以提供 自己下载来提供给他 然后把装进装完就OK了 这是印表机的安装 好